那麼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1Note的一些測驗的提醒 讓老師稍微感受一下 他首先第一個有所謂的練習體 那練習體的話就代表可以練習無限多次 只要達到老師指定的過關條件就好了 好過關條件你可以點開來 裡面我記得我放了三體還是四體吧 這個家中的生物應該還蠻常見的嘛 家裡面沒有這個應該比較少 好你再往下走反正裡面有三體 那麼你回答完了之後在哪裡 在上面這裡有個提交結果 可以提交結果可以從這邊 好那如果說你想要回答其他的題目有兩種方法 你可以直接點上面這個有沒有 剛剛那裡面的就可以看到 或者是按右手邊這個下一步也可以 下一步也可以 比如說我們這個國人對抗生素的功能 回答錯誤的好像比多的 比正確的還要多 你也可以回答一下 好那這個是屬於投票體 剛剛這一種的 如果你答錯了沒有達到我指定的 老師指定的過關標準 他就會告訴你你可以再回答一次 但是如果是屬於投票體就只能投一次的 好就只能投一次的 再來 這一種 還可以有塗鴉體 因為剛剛那種會用拆的對不對 我們塗鴉體來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胃潰瘍嘛 胃潰瘍有一種東西叫幽門感菌對不對 好那請問胃就兩個口而已嘛 一個進來一個出去 幽門是哪一個 這個時候呢 OneNote提供一個這樣的工具有沒有 那你就自己畫啊 看你是覺得這個還是這個 萬一錯了你就清楚 那他除了會記錄你這個位置以外 還會記錄你當初怎麼畫 所以如果老師您的考題 也不要說考題 就是要讓同學知道有時候有順序性的 我們從這個地方就可以很清楚 同學那個順序對不對 因為不對 畫對也沒用嘛 對不對 有些時候順序很重要 那一樣的好的就出去了 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裡 所以好了就按這裡有一個提交 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同學自己要註記可不可以啊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做 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筆記 一個叫手寫筆記 你在看單元不是只有車研喔 單元也可以 我可以在這邊把筆記 如果萬一你自己覺得這一題有點問題 下次進來你想要看這個教材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我上次是哪裡有錯 還是說這裡有重點在哪裡 你可以記下來 可以記下來 好 那這是我們剛看到的這一種對不對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還有一種是影片的部分喔 影片的部分我看一下影片底來 因為影片底也是老師跟同學很喜歡的 因為同學喜歡看影片 勝過老師上課對不對 但是呢 老師給同學看的影片又有重要觀念 我們希望同學知道 對吧 所以我們可以把題目藏在影片中 從時間到了自動跳出來 這樣也是可以的 比如說你看這個 好 我偷偷看一下單元說明 因為我有寫 老師指定觀看 有沒有 這裡有完成的條件 過關的條件 那在這邊 我有說明一下 就是老師可以自己指定 你要從哪裡開始也可以 第三分十四秒會出現題目 好 好 我們就播看看 我直接跳了 三分十四秒 好 我到這裡 好 有沒有跳出題目了 你就可以把 這樣同學都 有老師也笑 同學也笑了 你就知道 這一招是有用的 對不對 所以 我們這樣課堂上教學 是不是又可以更活潑 因為同學在看 自己 不管是自己看 還是課堂上一起看 看的時候 是不是就互動就比較多一點 欸 討論性就比較多 這樣了解的 他一定要答對 才可以繼續看 哈哈 好 所以老師 您可以稍微先嘗試看看 等一下 我們來看大家答體的情形 因為答體情形 就是老師要知道的資訊 OK 來 給您試看看